谢谢主席,有请局长 局长,请 局长,第22天,有点震撼啊 那应该也蛮不错了 我们有添辣椒 也有想当教练的 所以是不是很特别 会紧张吗 不轻松是吧 我不会考试 但是我也是有五个焦点 我抛出来 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 很顺当的答复 我希望有书面 因为我觉得这五点是 逼在眉睫 不容一刻的舒缓 如果你这五关过不了 很可能你真的还不是末代局长 第一 就是你发言人的话语权 刚才有几个委员讲 我不认为是因为 吴院长很会讲话 你就没有办法讲话 但是你一定要想出办法来 现在整个内阁 整个团队 其实他的努力 完全在媒体上是不见的 失去了话语权 不管你经济复苏 有多难能可贵 看到的是全民 匹马运动 这个要做什么 你如何扭转 你刚才报告中 我看到你还是传统的记者会 还是发新闻稿 然后顶多是加了LED跟社区网站 我觉得这个不足以扭转 甚至外传说你们只是委外监看媒体来做时刻反应 我觉得那个澄清度能见度力道都不理想 我希望看到你有具体的措施扭转这个现象 因为这个非国家之福 那我个人是想到有两点 第一点 你一定要够敏感 我问你 你认为杨志良会流会去 我们来打个赌 跟委员报告 从政府发言人的角度 我们必须要等待有这个事实 我们才用对外来说明这件事情 没错 但是你如果没有敏感度 你要是猜错了方向 你很容易失言 知道吗 我猜他会去 我们看谁赢 一个政策 他跟隔魁相左 现在名气可用 大家也搞不清楚 什么叫差别 非律 啊 赞成了 因为大家喜欢这狗鸡上 留下来了 那无愧还干得下去吗 以后所有的阁远 干脆都是用这一招 就可以变化了吗 我赌他会走 看谁赢 我也希望是你赢 那你就不必再修炼 如果你输了 请好好修炼 如果你不够敏感 你的发言就是做得再好 都会有出问题 第二个是整合行销 我来观察 刚才有委员讲 各部会各行其事 不单是到三角形 到四方形 常常出错啊 而且太多个人主义的色彩 我看到某些部会 花了几千万登广告 甚至登形象广告 美女广告 但是这个对政府 没有正面影响 那他们也许是因为 没有受过训练 出手 错了方向 新闻局 有责任去整合 让政府 整个团队的 这个绩效 战斗力 竞争力 能够展现出来 这是我两点建议 但是我希望 你有提出 比我更好的建议 这样才是 市任的新闻局长 第二个问题 我们跌停板 怎么办 新闻自由评比 刚才 郑委员谈了 美国人权报告 这是上个月发生的 在此之前 你去查 我们好几个报告 都共估 Reports without borders 我们怎么样 连叠多少名 那个所谓 无疆界 人家叫做 无疆界记者联盟 你去看 36叠到59 Freedom House 自由之家 也连叠 这些叠 你如何扭转 我觉得很重要 为什么 马英九先生 他还要再竞选 总统的话 这个人权 所谓的 自由评比的退化 对他是杀伤力很大的 至少在国际上 你作为他的 新闻局长 你在新闻自由的评比 如何扭转 有什么具体的作为 你现在心有 有没有想法 你刚才讲了 说要训练外观 我觉得那个是 后端 你有没有研究过 像这个 Freedom House 它有23个 criterium 无疆界组织 它的评分 有40个 criterium 你有没有研究过 这个你会考试 你才会考得上 政大吗 一定知道 人家怎么命题 我们才可以去破解 我相信 你都还没有时间 我今天就 就此打住 我希望就其所有的校标 你们要有 一个二 办法 扭转这个 如果今年年底评比 依旧如此 你们会害 马先生在国际上 是会涂黑的 这是他很在乎的 第三个问题 公事的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董事长 总经理都在场 我们刚才 我们的天辣椒 也抛出了议题 这个的确刻不容缓 我看从来没有个议题 是五院 有四院出马的 除了考试院 其他都有了 监察院 我们立法院 行政院 我们监察 这个这个这个 除了考试院以外 司法院 也现在变成在其中了 对不对 我们有进入诉讼 这么受重视 真的是 我觉得我至少觉得两个方向 你至少书面给我 你如何尽快能够用个适当的方式 因为无论如何公管集团 他有千余位的员工 他的预算 加上他们自筹的经费是四十多亿 知识分子也好 社会觉得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非常重要 否则你再回去 好好看公事设置目的 他公事法第一条 你就知道我讲的不是吓你 但是公事的营运 有其真的结构性的问题 有其规模上的缺憾 你如何拿出一套办法 不是解决了当前人事的问题 而是对于他的节目的公共化 所谓他营运的自主化 能够有一套可长可久可远 让他真正能够发挥功能的方法 我希望得到署面 而且是跟过去不是抄袭的 不能再有九十七的裂童 那个时候我也会变得很凶 也会跟辣椒一样很辣的 可不可以 是这个我们会给委员一个书面的回应 我希望你如何把这问题解决 将决靠司法 他可以打几年的 那个公事就完了 公管也拖垮了 第四个我其实是最在意的 我相信吴委员会继续问他 刚才在讲 创意产业 文创法通过了 创意旗舰 六大旗舰 你刚才报告很小心的 讲说现在是小船 将来才是旗舰 我知道你打了底 但无论如何 六大旗舰 三个在你这里 而且三个都是金鸡母 影视流行音乐 都是当今最能卖钱的 是真正可以做得到产业化的 因为吴委员很生气 他说有些会赔钱的 你也放到产业 的确文艺的辅助 产业的发展是两码 但无论如何 今天文创法也是这么定的 我担心的是预算 大部分还在经济部 包括国发基金 那两百亿 文创法的主管机关 是文件会 请问手上 怀必其罪的新闻局 你们如何办好这个角色 有研究过吗 还来不及 二十一天不够 是不是 一定要做 而且我要看到你真正的想法 因为我跟这些业者也好 学者有些座谈 他认为几个障碍 我抛出去 你看看是不是这些障碍能够好好的去检讨 第一个是你的辅导政策 所以真的是需要有些改变 第二个是创意产业产权的保障 也就是盗版了 我看连国 连我们的总统这个治国周记都写了你 应该是注意到 那这两个大弱点 第一点呢 第一个他认为你的产业观点不够 我举一个例子 我实际问你 有没有案例 他拿得到你的辅导金 但是他不必发行 他没有发行 有没有这个 你知道吗 有 知道吗 你定了一个辅导金制度 但是你没有 就像蒙甲会赠 会胜 他的主要原因 他下游 他有商业的考量 他一开始跟华纳签约的时候 华纳就限定 档期什么时候给我出来 方向整个拍摄 要有这个好莱坞的模式 也就是消费者市场导向 流程的管控 他卡住你 所以你的档期 你的走向 他老早就在风险估计之中了 我们现在 你去看你的辅导金制度 我不好意思问 是谁去做评审 但从评审的结果来看 获得青睐的影片 无论是制作是剧本 他的概念 缺乏商业市场的 就是他距离比较远 你用文艺讲著的心情 来去推展产业 你一定是供估的 当然这个走向该不该 是你们政策考量 但是如果你行销预算 没有补助 现在产创条例 促产条例发展观光条例 样样事事都去加强下游的行销 我们不能永远只靠海角7号去跟迪士尼 这个迪士尼系统 我们的盲甲是靠华纳 这个brother 这个去帮忙做下游行销 这个产创 所以产业的观点 纳入你的辅导金的制度 我知道你每年都在修 但是如果你每年修 海角7号成功之后 后面就没有人再破译 你就知道修的方向 没有抓住重点 如何让辅导金的制度 真的能够把这个行销 尤其是整个产业的观点 纳入还有人才 我今天很遗憾 我今天早上听了新闻 我很伤心 为什么 中国大陆竟然去标什么呢 标美国的高铁 韩国竟然去标什么呢 核电厂 其他国家 人家以前也是靠外面的人来交 交会的做高铁 人家内化 这个人才传承 他还可以去打国际的市场 今天我们每一次就是单兵作业 然后赢一次就算了 后面永远没有传承 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人才真正的这样 内化之后能够传承 否则我们行销永远靠外人 然后补助永远是合作 大部分的钱别人带走 这嘛 第三个 我讲的这个所谓 无形资产 我希望用最快的速度 你回去查文创法第十五条 我们现在无形资产的建价制度 是有法可原了 我举实际的例子 你大概比较听得懂 譬如说李安当导演的电影 周杰伦软金金当主角的电影 应该他是票房保证 对不对 他借不到钱 知道吗 因为这是无形的资产 周杰伦在跟这个 计划书是作文比赛 他可以拿这个作文比赛去贷款 可以贷到五千万左右 但是周杰伦出面 李安出面 贴没钱呢 合不合理 不合理 你们能不能单独解决 不能解决 还是要跟上金管会这些一起去 赶快把这些 所谓无形资产的建价制度 这是有价的 创意是有价的 这些冠名权 肖像权 标章权是有价的 如果你这个办法不定出来 本土电影你去查 最缺的就是资金 它就是没有办法融资 所以你今天 光是靠你那个几千万几百万 那是要死 最后 最后 高化值数位电视政策 因为我时间到了 今天主席已经很宽带 没有站起来 高化值数位电视 你大概有收到监察院 3月11日的纠正案 有没有看过 还没有来得及 所以我今天就不问 但是我需要你拿出政策来 因为92到96年之间 17亿多花下去 或者是这个五家无限台 刚才讲 数位节目花了12亿多 但是重播率 40.8% 赶到 你一定会认为说 这个跟现阶段的急迫线 没有关系 有关系 你销不出去啊 你国际行销 就像你新闻剧 你花一千多万去拍 那个台湾人文 Discovery 你卖给谁啊 如果你不是高化值 那你当然是要做高化值 高化值去拍摄 结果台湾你的老板 纳税人 看的是普通化值 对吗 你对不起我们老板吗 对不对 而且你卖 如果你是妥协 你卖不到国际 你去看外国人卖给我们 不管是欲望城市啦 CSI啦 这个反恐24 甚至ESPN 甚至大联盟 跟我们的中指 就是这样差别待遇 一个是高化值的数位 一个是普通的化值 那个差别当然很大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希望你最短的时间 能够把高化值数位 电视政策 你们会有点头痛 政策在你们 责任在你们 管辖权在NCC 执行权又要公司基金会 这要看你的能耐 如何把它协调出来 把这个政策能够推动 否则这个17亿多 老板不会高兴的 我其他的事情 暂时打住这五个题目 我希望你 三个月好 一定要研究出一些进展来 我深所期待 也祝你成功 成为末代局长 好不好 谢谢 好 要撑下去 好 谢谢